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 网上围绕肖战新电影《贤警制杀青后》的下部动向展开了热议 一开始都在传肖战要拍我的答案 如今爆料肖战改变了计划 媒体发文透露肖战将要拍摄一部警匪片 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也恰恰说明了肖战在影视剧市场太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 不管是肖战本人还是作品角色 肖战给人的感觉都是正义感爆棚 这也是肖战一直都在传递的一种信念 据悉 媒体发文爆料肖战得闲紧致杀青后改变了原定计划 下部作品不是我的答案 而是警匪片借命而生 是一部正义敢爆棚的好电影 值得关注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在得闲紧致杀青后的一段短暂空荡期里 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爆料 但并没有得到官宣 还是那句话 非官宣不约 安心等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一方面都在强调专注自家和非官宣不约 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每天理性吃瓜非常有趣 这也非常直观说明了肖战在影视剧市场里的受欢迎程度 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实力派演员 演艺事业注定会红红火火 接下来也肯定要继续进组拍戏 总之祝福肖战 其实不管肖战拍什么戏 都会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肖战的表现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希望肖战一切顺利 个人希望肖战可以休息一下 毕竟大男主戏不容易 肖战还非常努力和辛苦 劳逸结合才是硬道理 顺顺利利 期待早点见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 也订阅本频道